而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营业的游艇业者 27号是首度解封就忙着做游艇的消毒工作 也准备好了酒精温度计 而业者说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就是希望解封之后能够提供游客安全的旅游环境 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过生活 睽違两个月半没有营业的鲤鱼潭游艇业者 今天是解封的首日 大家都忙着做好游艇的消毒工作 并且也准备好了相关的防疫设备 就是希望让游客能够安心的游玩 让业者也能够维持生计 多久没营业了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我希望这次解封之后会疫情就结束了 我们也希望继续这样子加油做生意 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子 我希望大家把防疫做好了 不要再一次封城了 保护家人 保护客人 保护自己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月你们熬很久 熬了很久 几乎都没有营业这样子 在家里很担心 很烦恼 都没有收入 因为被这种种的皇带 小孩子要养 是不是压力很大 一大早来的游客相当少 不过能够看到鲤鱼潭上 开始有游客进行水域活动 游客也都能够配合 做好安全防护 可以走出户外 也让游客相当高兴 你现在这边练习好基本功之后 你下次如果去海边挑战 基本上对你来讲 就是无一无二站着的那个人 因为你玩过了 好 那我们立奖呢 事实上你看他的形状 长得跟冲浪板 很像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也是要是一种 冲浪的运动 虽然今天解封首日 游客不多 但游艺业者也都相当开心 忍耐了两个月半 终于期盼到了游客的到来 业者也都希望 游客能够配合做好防疫措施 才能够真正享受 得来不易的解封生活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